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学士都提升了 但是婚姻离婚率也越来越高了 为什么婚姻会这么难呢 比如已故的国际巨星伊丽莎白泰勒 他生前结过七次婚 其中有两次是跟同一位男人理查波顿 难道这七次的婚姻都这么的不幸要离婚收场吗 今天你会找到很关键性的原因 那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把这一句话写下来 被异性吸引 是因对方勾起了你对父亲或母亲的角色期待 我再说一次 被异性吸引 是因对方勾起了你对父亲或母亲的角色期待 我来举一个真实的过程 比如当一个小女孩 在她很小的时候 假设看到妈妈很辛苦 爸爸又不负责任或者赚的钱很少 当这个小女孩如果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期待 说我以后长大 我一定要避免这样的命运 我一定要嫁给有钱人 我一定不要像妈妈当一个这么辛苦的女性 假设她内在抱着这样的期待 当她长大以后 她就很容易会去被那种事业成功 很成熟 很有能力 很会照顾别人的男人所吸引 但是往往这样的男人 结婚的比例会比较大 所以她就会容易变成人家外遇的小三 假设她这个角色的期待不改变 哪怕跟这个男人分手了 她下一次遇到的往往也会是在成为人家的第三者 这个就是角色期待 所以这样的女孩子 她必须要调整她内在的期待 比如说 虽然眼前这个男人可能不是什么有钱 但我看出了她的才华 而且她是一个证人君子 她爱我 我们共同奋斗 也有很多夫妻是白手起家的 假设她的期待 能够调整到这样子不同的境界 她遇到下一个对象 才能够避免 就是前面的这个悲剧再度发生 好 那现在我们来讲男孩子也是一样的 假设有一个小男孩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 他看到了妈妈好贤惠 每天爸爸下班 他就会端茶 然后会双手奉上拖鞋 假设这个小男孩的期待是 我的妈妈好棒 我以后娶老婆 就是要娶跟妈妈一样 这么贤惠的女人 OK 那么他抱着这样的期待 长大了 他自然就会很容易被那种 很贤惠的 讲话轻声细语 很温柔的女孩子 他会被他吸引 好 那么也许结了婚以后呢 果然他是很有负德 但是慢慢这个男人会发现 可是他好像不太能懂我的心 我在外面东奔西跑 打拼的这种竞争压力 回来好像跟太太谈不上话 所以最后就会变成 这个男的会想要找一个 红粉之气来听听我内在的声音 可是他不离婚 因为他知道我的太太很有负德 可是他又需要一个能够懂他内在 甚至能够帮助他事业冲锋陷阵的对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有一些男人也会劈腿的原因之一 所以这样的男人 他也要改变他的角色期待 比如他必须去看见 当我在遇见对象 我要去注意 不是只有贤惠就好 因为有人开玩笑 那这样你就去请个费用就好了 我一定要去注意 我跟他谈得来吗 我们的层次是对等吗 你必须去注意这一个 而不是只是要找一个很贤惠 轻声细语 很温柔 爸爸妈妈喜欢的媳妇 你必须调整你的期待 所以呢 你下一个遇到的婚姻 才能够回到你所想要的 所以我再度的附送这句话 对异性吸引 是因对方勾起了你对父亲或母亲的角色期待 祝福大家 如果需要重新抉择 下一个男人或下一个女人都会更好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